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说说通灵宗蛤蟆 在火影忍者中,蛤蟆是来自妙牧山 根据冒画交代,妙牧山是能接三大位置神灭圣地 除了妙牧山,它与一只齐名的龙地洞,四古灵 如果从木烟村走路见妙牧山的话,至少得花一个月时间 那个地方非常为迷宫山 如果不知道秘密通道,就绝对没办法抵达 但是,如果你曾经和赖蛤蟆定下企业 就可以使用逆向通灵之处抵达 在动画中,自来也在他年轻还没有和零售定下企业的时候 胡乱使用失控忍受传送到了妙牧山 妙牧山还有一个是叫沿生水的特殊水池 这个水池是连接了木烟村和妙牧山的通道 这个可以使得较小的蛤蟆可以不在召唤下的情况 快速地在这两个地方传业 通常这个都是用来传达信息之用 居住在妙牧山的蛤蟆都会有一个人口记录的名单 如果在名单部里消失了名字 就代表那个蛤蟆他已经死亡了 在妙牧山的居民可以使用蛤蟆来收集自然能量 在那边有一个神圣的拳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油 这个油会让人容易感受到周围的自然能量 但如果这个人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时 吸收太多自然能量 它就会开始变成蛤蟆并最终变成石头 所以要掌握蛤蟆是需要经过特殊的训练 而这个油只可以在妙牧山使用 如果带到外面会蒸发掉 那么其住在这里的蛤蟆有哪些呢 妙牧山的祖师蛤蟆环 游会业时代至今存活了千年以上 被尊为大蛤蟆仙人 他年事已高经常微笑 眼睛总是眯着的 有时他会突然忘记自己正在要做什么 他作为妙牧山最古老的蛤蟆仙人 他非常聪明 拥有丰富的知识 他深受妙牧山的同伴蛤蟆的极大尊重 在他年轻的时候 他已经掌握了自然能量 并且了解怎么应用和控制 他的知识和技能非常出色 他协助教导大同墨语仪 使得仙素来对付灰叶 他有着极为精准的预言能力 可以看到遥远的未来 他遇见到自己的未来 是件左右冷戒存亡的事情 他将会把蛤蟆这里 传送给数百年后现身于妙牧山的少年 也就是自来野 圣座和字监被称为两大线蛤蟆 被誉为大蛤蟆仙人的长老级得利亲信 天内存有强大的仙素查克拉 主要负责赛显进入妙牧山修炼的人 两公婆一样都是非常聪明 受到其他人的尊重 但是他们经常吵架 就算在战斗中的时候 也不忘和对方吵架 比如因为战斗会很花时间 妻子会错过做晚饭的时间 他们经常都会为了这样的小事情而吵架 他们都喜欢名人的性格 在他们第一次见到名人的时候 斯亚把自来野的死讯告诉母爷 期间他们得知名人给自来野取得 耗射仙人的称号感到搞笑 后来他们知道现在的名人 绝对无法战胜配恩 于是带名人前往妙牧山修行仙素 至于这两公婆的战斗能力非常的强 之间会从肚子里 渗出一个类似蛇的神鹿 来探索隐藏的敌人 身作可以迅速用他的舌头打击敌人 他们还能使用幻术中最强的生灵系 仙素挖明 就是一种用各生来攻击敌人听觉的幻术 这个幻术虽然强 但弱点就是只要一发出声音 就会被敌人发现位置 而且还需要声音配合在一起 也就是靠着烂点的听道旋律来中幻术 就需要花点时间 所以这个术需要自来野的配合才可完成 这个术一旦使用 会对合容造成不舒服 所以这不是能一直重复使用的术 这两公婆还有一个作用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 仙素是有风险的 在首节是让能量进入仙人模式的时候 最基本的要点是别动 所以开始战斗之后就没办法用这招 因为停止不动会变成敌人攻击的标靶 唯有四周有伙伴 而且没有面对敌人时才能进入仙人模式 所以这两公婆就有作用了 就是站在使用者的肩膀或背后轻轻融合在一起的程度 他们就是为了分担静与动的工作 当一方面在动的时候 另一方面停下来拒绝自然能量 这样就可以维持长时间的仙人模式 蛤蟆蚊带被尊为蛤蟆三人组 被鸣人称为蛤蟆老大 他是一个脾气暴躁 顽固 高傲的蛤蟆 他不喜欢接受任何的命令 除非召唤者赢得他的自尊 他才会听起召唤者的命令 鸣人自来也水门 是几个少数的人允许他们骑在他头顶上的人 他对自己的战斗能力非常的有自信 他也很清楚自己的极限到哪里 他讨厌被人小看他 通常他这种情况下才直接到他去战斗 不然要说服他去战斗是很辛苦的事情 虽然他外表看起来暴躁 但他对鸣人也是有好感的 鸣人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文泰还对自来也说过 鸣人是个有天赋和潜力的孩子 自来也知道鸣人对文泰的控制有点困难 但他知道鸣人和文泰是可以做好朋友的 文泰偶尔会骂鸣人 其实也是为了他好 不论召唤者是否有在文泰身边 他都给自己一人应付战斗 这也被证明的他是强大的战士 而且他还展现过伯爵多彩的姿势 正如和一伟战斗的时候 他将鸣人强行呼吸吾埃罗 自己专属的武器短刀 加上他体型和力量都非常大 所以他可以利用这短刀 造成敌人巨大的伤害 就如他一刀砍断了一尾的手臂 哈马剑非常的谦虚 他经常说自己多么的笨 而且常常显得紧张 在和佩恩战斗的时候 自来也问他能不能做得更好一点吗 他只会回答 因为我很没用 虽然他一直说自己笨 但他会尽力做得最好 他身穿黑和服 手里拿着盾和黑插棒 他是一次攻守兼备的哈马 我们看到 自来也召唤出哈马剑后 启动了线人模式 并让哈马剑也配合 召唤受对战 为自己的失速提供时间 这样能最大限度的避免 因为攻守势而导致的意外发生 注重攻击的话 如果在对手不了解的情况下 随意攻击 很容易遭到暗算 导致全攻进气 因此哈马剑 这种攻人手的哈马 就会成为第一选择 虽然没有突出的能力 但是 却是在对敌人不了解的情况下 所周周的保险措施 如果当时召唤出文胎 也许文胎 会有更强的攻击力和灵活性 但应该不会配合自来眼 动躲西藏 而是以为的 上去应兵到最后一口气 而在这不了解敌人的能力情况下 是相当危险的举动 可见的哈马剑不仅非常谦虚 而且配合度非常好 哈马剑和文胎一样 被尊为哈马三人组 也是文胎的兄弟 他有一种蓝色宝石的忽色 和黄色的眼睛 周围有灰色斑纹 肩膀上有了更明显的圆形标记 他还背着两个巨大的武士刀 这时他的主要武器 肚子周围有橙色的腰带 哈马剑在很早期的时候出现过了 当时的大神皇袭击木叶村 他召唤人大使在木叶破坏 这时自来也召唤哈马剑 把他给压死了 而那时候他的皮肤颜色是棕色的 而第二次出现 是哈马三人组的出现 哈马剑被召唤一统 命人和配恩战斗 哈马剑属于二刀流攻击型的哈马 他的刀法比文泰精准和快 在和配恩的通灵兽对战的时候 他快速斩杀了通灵兽 哈马剑 继承了父亲哈马文泰的血统 是一只非常具有正义感 会出枪不落的哈马 哈马剑 第一次出场是四个小蝌蚪 由蝌蚪身上的花纹可以判断出 和将来的哈马剑身上的花纹相同 第二次出场 体积非常小 可以坐在命人的头上 他被命人无意中召唤了出来 后来 命人救了他 所以他挺欣赏命人的 在第四次 人家大战中 命人为了对付死尾 召唤出长大后的哈马鸡 长大后的哈马鸡 不但样子像哈马文泰 性格也像 并且学坏了 不但抽烟还带刀 脾气比哈马文泰更为火爆 哈马龙 哈马文泰的第二个孩子 哈马鸡的弟弟 哈马龙贪吃 酷爱鳞子 长相可爱 哈马龙对鳞子是分迷词 他被召唤出来时 总是向名人要零食 并且经常会被不寻常的困境弄糊涂 他指望他的哥哥哈马鸡来帮助他 哈马龙似乎缺乏危机感 当时他也召见文太子 哈马龙向他父亲打招呼 他注意到万神车盯着他 但哈马龙似乎并不害怕 直到哈马鸡叫他跑 反而这种无味 也可能是由他的无知 而过度保护父亲的存在 或者他缺发一种认识的危机的感觉 卷轴哈马 他是一种长相非常奇特的人兽 身体是一个卷轴 记载着四代木火影关于九尾风云的教室 在佩恩之战前出场 周恩明人未来开启 而使用九尾力量的一个重要伏笔 他的卷轴之谜非常关键 哈马号组 体型中比较小 红色的皮肤 脸部有蓝色的图纹 另外带着一个护影镜 他所属联络蛙 负责木叶村和苗木山的联络 在佩恩进攻木叶时 被团杖所杀 妙木山的哈马一族 如果谁死去了 那么他们的名字就会在锦组上消失 哈马号组就是一个猎子 在被团杖杀死之后 号组的名字就消失了 好了 以上就是妙木山的哈马简单介绍 其实 通灵兽主要是为了给召唤者带来有力的作用 他们会根据使用者的要求而做出行动 不过 也有列外的通灵兽 会听使用者的要求 这些其实都是要看通灵兽对使用者的忠诚度 如果你得不到他的尊重 他不会帮助你 好了 如果你们知道 还有哪些哈马我没有提及到的话 你们可以留言在下方帮我补充一下 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